这样去年的五月份已经入行了 各地更是加大了打击力度 可还是有人知法犯法 近日在河南一名男子酒后驾驶撞坏了别人的车 之后呢 他先是企图开溜 结果被民警拦了下来 看到自己无法脱身 他借着酒劲开始当街撒破 那个情景让民警看了都浑身起疙瘩 这俩大男人抱着干嘛呢 穿红色毛衣的是赵氏司机 他抱着那个是他的朋友 赵氏司机怎么回事啊 原来是他们酒驾 先是撞上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呀又撞上了前面的公交车 闯完货之后他们就要跑 民警过去阻拦的时候 穿咖啡色裤子的那名男子还跟民警动了手 这两个人到底是要干嘛呢 酒驾不说还这么嚣张 我估计他俩没喝酒的时候 也不一定是这样 酒品太差 真是酒后失败 看都醉成什么样了 赶紧跟民警回去行行酒吧 顺便再为自己的行为负下责 这两不害臊的 醉成这样还当街拥吻 还练三打 你还是赶紧跟民警回去行行酒吧 要是把这视频拍下来 给自己家儿子看见了 以后怎么见人呢 好 好 谢谢大家